节目中心综合报道野菜在现代人眼中或许指路边常见的杂草 但在原住民看来那却是来自祖先的智慧 除了可以拿来吃、拿来装饰、传统礼之外 达人林晨美山竟然可以把整座山的野菜化为一个手掌大 究竟这掌心大山到底是怎么的呢? 就跟着主持人西田哥一同走进台东碑南的部落 请野菜达人来为大家解惑吧 米江丝谷主持人黄西田终于林晨美山又 土草地状元提供像是毛骨霄 夏季登山时常看到的 它是一种白花 经过火烤后 涂抹于换处能够舒缓疼痛感 长夜甚觉是常在路边看到的杂草 达人却说遭遇山难必认识野菜 它的某个部位竟藏着饱满的水分 就算登山时水壶的水提早喝光 也可以靠吃它来补水 但这部位却不是每株植物都有 达人还有个可以辨识的特殊方法 毛骨霄 土草地状元提供长夜甚觉 土草地状元 供野菜除了直接运用外 也能烹饪即入菜 可以月桃梗当成烤肉架 究竟是为什么明明都是直的精 却可以这样烧却不会起火呢 甚至这样烤来的肉吃起来 还有一种特殊的清甜香气 主持黄西田还大吃八菜一汤 享受来自于部落的最款待 月桃梗烤肉 土草地状元提供从小在外省 族长大 曾经不觉得自己是原住民的达人林晨山 某次机缘巧合下发掘野菜是自己回家的一路 进而回到部落中发现食材能来自于自然 连气急药品也都能取自于自然 因此让他更希望 由自己的满腔热血 血液中的文化 透过直播的 想力将自己与更多族群的部落文化推广出去 用短短的时间让不了解的人能够相互认识 更细的内容请锁定二十九分之八 一晚上十三十草地状元 达人林晨美 佩戴悲难传统编花 手拿个视野菜 土草地状元 共远票部落美景 土草地状元提供